及时新闻综合报道,笼罩多日的高压持续盘踞,北部地区昨天相当闷热,气温在晚上10点半后才降至30度以下,气象专家彭启明表示,这是典型的夏季热浪天气,预计还会持续1至2周。 彭启明指出,受热浪影响,未来1至2周各地高温都会在36至37度间,局部地区更会出现37至38度的天气。 他说,接下来每一天的天气形态都相当类似,闷热的天气容易导致中暑等热伤害,提醒民众误轻忽中暑危机。 彭启明进一步表示,相较于北部闷热的状态,中南部通风环境较好,不过还是偏热,高温约在33至35度左右,空气品质也较佳。 中南部有午后雷震雨发生几率,靠山地区更有局部零星热对流发展,建议民众若雨上雷震雨能避就避。 至于台风消息,彭启明指出,云雀台风现已增强为中度台风,将在周六、28日,下半天逐渐影响日本,台风中心可能在中部登陆,环流影响范围扩大至关东地区,接住逐渐侵袭进击。 中国、四国、九州等地,提醒与致日本游玩的民众持续关注相关消息。